Hello,大家好,我是西岩 今天有个重磅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比如这个神器,什么提示词工程,再也不用学了 大家都知道,提示词决定了AI生成结果的好坏 正所谓Gabbage in,Gabbage out 写好提示词确实是个技术活 写得好,AI给你惊喜,写不好就会马踏实垃圾 你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知道问题的一个模糊的大方向 但究竟要做什么,怎么做,很难用语言去表达 因为这可能超越了认知,属于信息差这类 导致写提示词的时候,毫无头绪,无从下手 但现在,国宽爱推出了提示词生成器 自动帮你生成高质量的提示词 让你告别那些护理花杀的技巧,效率和质量瞬间提升 今天的视频,我会带你深入了解这个神器 展示它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 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将彻底改变你 使用生成式AI的方式 我是西岩,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 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 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AI等知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 过去,想要充分发挥生成式AI的能力 你得掌握各种提示词技巧 比如背景信息,角色设定,视力和输出格式 其中最棘手的部分,莫过于如何把复杂的任务 一步一步拆解,提示给它模型 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让GPT变聪明的咒语 Think, Step by Step, Chain of Thought 道理大家都懂 但真正能做到,少之又少 做到这一点 关键在于具备拆解问题或任务的能力 以及运用金字塔思维和密切原则 问题,任务,拆解得越精细 AI回答得就越精准 正所谓go the in,go the out 接下来要介绍提示词生成器 打破了这些思维门槛 即使你缺乏相关背景知识或思维训练 这个工具也能帮助你将问题或任务 刨定解牛 充分发挥大语言模型的潜力 我们来到谷歌 搜索框中 搜索OpenEye Leground 搜索结果第一个点开 跳转到了这个页面 那个神器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在这里 我们点开这个四角的小信心 出来一个小型的对话框 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的原始提示词 这里我准备了三个朴实无华的提示词 什么背景信息 角色设定 视力输出格式一概没有 就是一些普通的任务描述连细节都没有 但是日常生活工作肯定会用得到 接下来就按顺序来演示一下 我们第一个提示词 这里输入 简洁经验总结文章 点击这里的Create 升值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出来的是英文的 我们重新让它用中文再输出一遍 我们看到语言变成中文 我们看到这里有 steps 步骤走 1234 下面是output format 输出格式 examples 示例 然后notes 这里不太好看 我们用Opsiding的思维导图 来可视化一下 现在我们来解析一下 这个豪华版的提示词 最上面就是我们刚刚输入的提示词 这提示词在金卡的底层 下面是1234 四个并密的元素 步骤输出格式 示例和notes notes这里应该是注意事项 步骤我们这里看到 总结文章 这项平常不能再平常的任务 被拆写成了四步 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 chain or thought 在这里体现了出来 第一步是 阅读并全面理解文章内容 第二步提取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和重要信息 第三点 用几年的句子 总结文章内容 怎么被弄的这么复杂 那大模型不是人类 它的思考模式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就这样一步一步提示它 引导它 才能提高回答的质量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 输出格式 输出一个段落 总结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字数保持在50到100字之间 这里是三个要求 接下来是examples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模板 最后面 nose注意事项 最后可能是附加的 辅助大模型 来增加回答的质量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词 为改善团队内部的沟通效率 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等待生成 这里生成的豪华版提示词 内容有点长 我们可视化一下 这里就是豪华版提示词的全貌 我们从最上面开始看 同样 steps 步骤 输出格式 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 在steps 步骤这里 改善团队内部的沟通效率 这件事 被它拆解成了六步 虽然这不是一个标准的 解决问题的框架 更像是一个 头脑风暴 brainstorm的感觉 只要逻辑自洽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觉得不好 我们只要改写 这里的内容就可以了 比如设定目标 分析现状 找出问题 分析问题根本原因 等等解决问题的步骤 其实关于这里的steps 步骤 可以再单独开一个问题 我们先问大模型 解决问题的框架 再根据框架 可以自己来 逐笔这里steps的提示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格式 建议应该以简洁的段落形式呈现 每条建议限制在3-5句 这里是两个要求 然后往下看 实力 输入 输出 这里其实属于提示词工程里的一种技巧 术语叫做fuel shot 作用是提供大模型一个提示 以帮助模型更好的理解人类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始版的提示词 撰写一份关于中国游戏市场的行业分析报告 这个任务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 范围太大了 有点为难他的意思 但这次我们就印塞给提示词生成器 看一下它帮我们生成的咒语 我们来可视化一下 这已经超出提示词润色的范畴了 其实在后面 它帮我们写好了一个有逻辑的大纲出来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 如果我们正常写提示词的话 应该会单独开一个问题 问大模型 这个报告的大纲框架 利用这个提示词生成器 我们就直接跳过了这个步骤 提高了效率 另外 这个提示词生成器 除了称out thought 还有输出格式 实力 和Note注意事项的写法 一般我们写不来 但只要稍加修改 就成了润色我们拿的力气 是不是很酷呢 接下来又是视力 同样是FuShot 有点靠近模板的感觉 这里我们稍微延伸一下 把这里生成的豪华版的提示词 直接运用到联网的AI智能搜索 PurpleX City里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我们来到PurpleX City 输入刚刚的提示词 好了搜索完之后 开始生成答案了 我们注意到 这次生成的报告 内容有一点空洞啊 原因是因为 在BudroStab这里 它的层级结构只有一层 我们可以继续让生成器 帮我们细分 丰富我们金字塔结构的下层 我们回到 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器 在这里 我们点开 我们加上后面这根画 串学Step的时候 要求写到Step第二个层级 现在Step下面只有一个层级 我们在引言的下面 然后再加一个层级 丰富我们的内容 以及Create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层级的标题就生成了 我们用这个Prompt 用这个提示词 再去生成一次 由于随机性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输出格式和实力 跟之前的提示词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PerPlexA的生成内容 这次生成的报告 从今明显增加了很多 我们直接在 Obsidian思维导图里面 可说一下 现在这个游戏行业的分析报告 在结构上 是不是比刚才富满多了 最后来讲三点注意 第一点 Free Beta 仔细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 这里显示Free Beta Beta测试 可以视为软件开发 正式发布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测试 在此之后 一般还会进行一些修复和调整 然后才会进行最终的产品发布 不排除以后可能会收费的可能性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非得免费公测阶段 多积攒一些 自己平时生活工作中 常用的提示词 在自己的知识库中 总是不会错的 第二点 知识库 之前我们知识库 都是拿来当作记忆库来用的 这次让我们进来足够多的提示词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 DeFi里面的知识库 就可以利用这个知识库 来产生新的提示词 发挥第二大脑创造的作用 是不是很振奋人心呢 第三点 提示词工程 最后首尾呼应一下 提示词工程 其实还是有必要学的 除了Chain of Thought这种 还有Chain of Verification 练试验证这种技巧 我刚好在前面 做过一些相关的内容 有信息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这里 在刚才的最后 游戏行业报告的例子里 生成的提示词中 在输出格式里 我们就可以改写称 请撰写一份 以段落形式组织的报告 清晰陈述每个要点 并通过数据 研究和推理 逐步验证每个结论 来展示我们的提示词技术 练试验证 差点忘了说最重要的 光学习 提示词工程也没用 没有金字塔思维 和密系原则也是白搭 我们培养这种 插解问题的思维 可以靠大模型来帮忙 在一次又一次的提问积累中 我们可以学习 和掌握这种逻辑思考的艺术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关注 这些都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 我会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原创内容 我是西岩 我们下期再见